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幾個字點題重大考驗 先講講港股的情況 今天港股相對窄幅 升過跌過,曾經去過24,600點的水平 亦發上去24,800點的高位 不過最後全日在中間倒收市 全日升92點,收24,732點 成交1,159億多一點 不過其中部份與批股有關係 今天市能夠做好 多得部份重磅藍籌股上升 其中主力有邦壓,升1.6% 成為主要的帶動者 但不能夠在高位保持著 因為小米是其中一隻 跌得比較多的藍籌股,跌5% 一股已經令恆生指數沒有了55點 所以令市不能夠在高位收市 好了,整個市場 今天市場,剛才提過了 升過高位又回到去 基本上方向不是太強 原因是甚麼呢? 原因可能和一方面來自中國的消息相對好 但與此同時,亦面對幾個考驗 令投資者不太敢大手賣入 來自中國的消息是甚麼好呢? 起碼從以後方面講 經濟數據方面的消息也好 今天公佈的經濟數據 是英俊,包括 8月份的零售銷售和工業產值 都是剩餘期 其中零售銷售更加是升0.5% 上個月仍是跌的 一扭跌為升 反映內需的情況是好很多位分 是剩餘期的 這個消息是你好 加上另一個和經濟數據有關 就是目的 目的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 去到1.9% 這個難難可貴 因為大部份經濟體 估計都要跌 即是經濟倒退 中國經濟能夠正增長 之餘再漲一步調高到1.9% 顯示中國經濟的形勢是比較英俊 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中國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外匯儲備穩定又多 加上內地儲蓄率又高 足以有能力抵禦新冠疫情的影響 在這個情況之下 看到上證指數就得益了 見升了16點 而且突破短期下降軌 之前小路弱弱的 我都預測 重要支持位置就是這裏 3100點左右 結果迫近沒有穿到 彈回頭 以至突破下降軌 這個上證指數就受惠於經濟數據 以此同時 除了經濟數據之外 貨幣的情況 都是透露一些很好的訊息出來 一方面人民幣的走勢 繼續堅定 見到6.78 之前這個圖的早段 6月的時候還是去到7至上水平 現在就去到6.78 即是1美元對6.78元人民幣 這樣的勢就告訴大家 美元在下跌 換言之人民幣在升 一直在升 一直在做一年之上的高位 反應人民幣的勢不錯 通常貨幣強多多少少 雖然未必直接能夠推動的事向上 但對氣氛來說 都肯定是好消息 加上港元也有好消息 就是今天金管局再次接錢 再次估出27億多的港元 因為那些人又進來買港元 那就要給他 換言之 資金繼續流入香港 所以這些消息都是利好的 只不過利好之餘 點題的幾個字 重大考驗 仍然有重大考驗 要等著才能確認 是否真的 市場重新再康復 畢竟是之前大摩 長淡的港股 現在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這消息 是否令足以令港股 就進一步推高 就要以下方確認 第一方面 就是說 美股方面相關 首先是說TikTok TikTok和甲骨文的談 都現在初步據消息透露 都初步有點協議 就是甲骨文成為TikTok的數據 合規的夥伴 換言之 雙方合作 並不涉及出售TikTok 在美國的業務 亦不涉及將重要技術轉讓 這個市場 嘩 談得好 顯示 中美的關係 未至於進一步惡化 雖然說不上轉號 但起碼未進一步惡化 因為這樣的條件 並未完全跟特朗普之前說的一致 特朗普就要賣掉 要不然就撿了你 現在這樣也行 要這樣也行 就顯示 形勢好像有微妙的轉號 只不過 重大考驗 就是 現在說的一大論事 市場這樣傳 一論之後 其實主要 出來說的官員 就是去到 無音的層次 美國裁長的層次 特朗普起碼做節目這一刻 還未見他出來說話 換而知特朗普會否放行呢 這就是其中的重大考驗 因為特朗普 大家見過過幾年表現 是不按常理出牌 通常 裁長說得 都八九不理十 但偏偏 裁長上面的總統是特朗普 所以重大考驗之一 就是其一 其二 除了消息面積重大考驗之外 更加要看 就是技術面積重大考驗 剛才提過的第一個 就是講 恆生指數 今天成交到一千一百五十九億 但其中很多 是來自抽水的 兩種抽水的股份 合力共產至近二百億的成交 當然其中 有些是真正的成交 有些是配股上版的成交 無論如何 這兩種股份 涉及成二百億 如果扣除二百億 恆生指數 整個大市的成交 就不夠一千億 和之前兩天都一樣 都是不夠一千億成交 顯示大市的上升動力 都是有些移民 加上 剛才說的 始終有批股 小米有批股 搞到 逢一聲下來 恆大汽車有批股 這樣的情況之下 多多少少 令大家擔心 接下來的上升動力 足不足以進一步市推高 所以大家要留意 第一個就是 這個技術面的考驗 第一個就是成交 能不能夠再升上去 增加上去 令上升動力重拾 這是第一個考驗 第二個考驗 還是要看看 美股的 納斯打指數 昨天大升二百零三點 近來就不斷跌下去 走勢就好一點 但是 是否能夠 從此向好 暫時 還未能上升 當然 它已經突破五十天線 形勢就好一點 但是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二十天線 大家看到的圖案 是保力加通道 保力加通道 中途 能不能夠突破 才是關鍵所在 現在 納斯保力加通道的中途 或者二十天線 就是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二點 還有二三百點 要突破 才能徹底扭轉之前的弱勢 否則 都可以視為 起碼用保力加通道分析 就是考驗通道底 看到了 考驗通道底之後 就反彈 就試圖逼中途的走勢 就是大跌之後的反彈 要破到中途 先叫做形勢向好 所以考驗之一 就是納斯 能不能夠破到保力加通道的中途 第二個考驗就是騰訊 騰訊 今天早段挺帥的 發了上去 十幾元的升幅 但是美市 就升幅收窄 收窄 收窄 最後是 斗零都摸升 529.5 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 就得而復失 因為五十天線 現在 就對 五十天線 就紮住 不能夠明顯拋離 顯示五十天線的阻力 在這一刻還未完全克服 換言之 要進一步拋離五十天線 才顯示的 聲勢出現 當然更加關鍵就是 現在其實 總的來說 還在橫行區裡面 上進落落 橫行區 是五百六十四元 和五百元左右 仍然在區間上落 並未出現明顯的突破 所以 恆訊也是一個重大考驗 第一個考驗就是拋離五十天線 就是五百二十七 二十天線 五百二十七 五十天線 五百三十元 今天 是得而復失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五十天線 第一個就是五百三十元 能不能夠突破 第二 最後的考驗就是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 他的考驗就是 二十天線 今天呢 其實是迫近 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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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 二十天線 仍然是一個阻力所在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這個是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看到保利加通道 是有少許向下的趨勢 少許擴闊 少許向下的趨勢 所以 現在二十天線 是非常關鍵 現在再次考驗 上升 挑戰他 如果穿不到 就已經是頭邪 所以重大考驗 就來自二十天線 現在二十天線 在什麼位置呢 就是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八點 和二百五千點的心理關口非常接近 所以大家留意恆生指數 是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八點 是重大考驗所在 好了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